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首先我做个自我介绍 然后我叫蔡里哲 然后我来自SAP 我based在新加坡 我们是属于SAP AI Call Team 然后我们天在新加坡主要做SAP AI的模型的serving这一块 还有现在SAP内部的大模型相关的serving 也是我们天在做 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阿里云容器服务团队的车样 同时我也是CNCF开源项目的Flood社区的mantainer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云原生AI在大模型场景下的一些实践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agenda 首先我们会做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会讲一下 LM在生产中部署的一些挑战 然后我们会介绍大概两个方案 一个是用K-SERV来做LM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然后我们会讲Flood怎么去做LM的 Scaling的一些加速 然后我们会做两个demo 对 然后最后会讲一下K-SERV和Flood的一些未来的一些roll map 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做一个Q&A 首先从左边这边这幅图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一年半有非常多的大模型被发布 然后慢慢的到最近你能发现 开源的大模型的性能慢慢的在能追上B源的一些大模型 这里就出现了很多 开始大家会有一些很多的使用场景 企业用户他们会开始会去尝试去部署一些自己的大模型 去做一些POC 因为虽然商业的大模型它性能比较好 但是真正的在企业的环境下还是有一些compliant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用户还是期望去使用一些开源的大模型 部署在自己开源的环境里面 因为这里面就不会有一些data security的一些问题 然后右边的话这是Hugging Face的Model Hub 你能看到它在Hugging Face现在有大概13万个test generation的model 这里我想highlight一下 大概今年3月份我看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里面大概只有6万 所以大概5个月现在已经又翻了一倍 所以你就能看到其实在这个开源社区 它是有非常多的模型在不断地被发布的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是引申出一个很典型的一个use case 或者在企业里面吧 一个很典型的use case 就是企业你需要提供一个AA的配管 去给企业内部去使用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大模型被发布 然后他们都会说他们的性能非常好 然后我们的用户都会想 当他们发布的时候 用户都会想去尝试 所以有这样一个AI的配管 它有几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方便企业用户做一个POC 然后它配管做一个统一的接口 统一的入口 它能做一些security的complain的一些限制 因为虽然模型它是开源的 因为这个配管它可以是开源的模型 它也可以是商业的模型 因为你都要提供给企业的用户去做一些比较 当你提供一个统一的配管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统一的security上面的一些管理 对 做一些数据安全的一个限制 这里我展示 左边是Hugging Face的Inference API 右边的是Azure的Azure AI Studio 它有一个Model Catalog 但其他云场商 他们都有相似的一个产品 但是其实提供这样一个Azure配管 但是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面是Hugging Face的 它最近它有一个新的模型 Microsoft发布的这个Five 3.5 当你去Hugging Face上去尝试它Inference API 你想去测试它的时候 它会写Model Loading 但是它Load 1分钟 2分钟之后 它会写Timeout 这就表示其实你想 刚才我们看到 Hugging Face上有十几万个模型 它可能热门的模型并没有那么多 可能只有百分之 就算你0.1%算 它也有一百多个模型 你想提供一百多个模型 去让大家去免费 或者去体验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挑战来的 对 你看从这里你就会看到 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去提供一个API 一个低成本的方式 提供一个API给大家去测试这种大模型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第三方的模型服务 并没有那么稳定的话 所以这同样 企业内部其实它就更需要 这种一样AI配管 去部署他们自己的开源大模型 或者部署一个他们自己的process 去接外部的一些大模型 来提供一个稳定的场景 给企业用户去做一些 POC的测试 integration 接下来我们会从平台 或者大模型服务方的 提供方的角度 看生产中部署大模型 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首先大模型 它有一些新的requirement 比如说它有新的Inference API Test Generation 还有embedding 这些是之前一般的 模型它没有的 然后大模型 因为它的服务是 它的response非常慢的 所以streaming的response 变成一个新的需求 所以当你提供API的时候 你要提供一个streaming response 去提高这个 viewtime的user experience 然后 有非常多的大模型被发布 每天可能都有模型被发布 然后市场上也有非常多的run time 比如说 还有huggingface它有tgi 然后开源的有vlm nvidia它有tensile rtlm 然后模型方面有lama mishra 阿里他们有签问 就很多的模型 很多run time 做一个平台提供方 你需要去做一些适配 还有一些提供 你需要提供不同的run time 还有模型 去做一些匹配 然后提供你的用户 然后可能你还要提供一个统一的API接口 对 然后开源大模型之外 你还有商业的模型 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用户他们其实做真正的demo还是用的 可能是Azure openAI或者Google的或AWS的一些模型 但是这些云场上的模型实际上他们不同的provider它有不同的spec API的他们的API spec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没有有的没有提供Azure openAI的那种spec 然后他们token的计算方式也不一样 比如说Google它是没有提供 他们算token是按character来算的 其他的API可能它是用token 有的甚至不提供token的计算方式 对 就这些会导致Bad的user experience 还有我们平台会提供需要有一定的maintenance efforts 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GPU的cost是非常高的 大模型从有7B的或者现在更大的有405B 这些模型会使用非常多的GPU 一个P4D它一小时 如果你是Spot Instant的话 一个P4D可能要40到差不多一小时 这里的cost是非常高的 当你去提供你想要提供可能 假如说你要提供一个payground 要提供10个模型或者100个模型 给你内部的用户去测试的话 你就要考虑这个cost的成本 因为实际上的usage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需要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你就要想一个方法去reduce 就是这个降低这个cost 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那个data piracy 对模型它大模型的data 它的它是一个assess 它是一个算一个资产 企业花了很大的价钱去生产这个模型 训练这个模型出来 它其实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资产 然后每个request发过去的发去开源模型 或者避远模型的每个request 它其实都是private和sensitive的 接下来我们会探索 怎么用云原生的角度去解决 这里其中的一些挑战 首先我们会看怎么在kubernetes上 去以一个云原生的方式去管理 而部署大模型 这里我们首先会介绍一下k-serve 这里k-serve它是一个高可用的 云原生的一个模型的部署平台 它定义一套标准的API 来方便用户管理和部署AI的模型 它跟CNCF一些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Kinative e-stu 它有一些集成 通过它们这个集成 它有optional的 有提供serverless的一些功能 还有一些serverless的一个security的 never security的management 然后k-serve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 它提供很多的run time 它支持不同的模型 它一个统一的方式去让用户 可以部署不同的模型 这里是k-serve的一些feature 我这里不会介绍全部 但是就一些关键的 首先它有transformer和predator 它这是一个它主要的功能 给你方便你去部署一个AI模型 然后它serverless runtime就是定义 你不同的模型的run time 比如说TensorHuggingFace TensorFlow PyTorch 你用serverless runtime来定义这个模型 然后我会介绍一下 open inference protocol 它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feature 在k-serve它有用一个open inference protocol unify所有的不同的run time的API的spec 对它就大家你可以提供用一个统一的API spec 去跟k-serve做交互 对 然后k-serve支持serverless autoscaling 然后它的模型 因为你大模型 你一般都是从比如说从云端拉下来 或者从本地的一些pvc里面拉进去 k-serve它支持不同的云厂商的car storage 它有一些advanced feature 比如model mesh 或multimodal serving inference graph 还有payload login 这些我们就不展开介绍 接下来我会介绍serving runtime的支持 这里关键的是最近k-serve 大概近半年 它对hugging face的模型的支持 现在k-serve新加了两个新的run time 一个是hugging face的native的hugging face server 然后它也支持hugging face的vrm的server 它这里就能支持所有 基本上主流的 只要vrm的支持的模型 基本上现在k-serve都能部署 之前的torch-serve也是 当然torch-serve也是一种 可以部署hugging face模型的方式 这里主要我要highlight它 对vrm的一个支持 然后这里我举两个example 就是从用户的角度 你去怎么部署一个大模型 用户的话 当我比如说你想要部署一个hugging face lama standard model 你只需要 你只需要 可以一个 gvernetic CR 写model format 比如说hugging face model id 只向hugging face上面 这个model的repository 然后你再定义好你的resource 你有多少cpu memory nvidia的gpu 然后右边这个是admin的角度 怎么去部署模型 admin的话 它可以管理这个runtime admin它 k-serve它有一个custom serving runtime 通过custom serving runtime 你可以将不同的runtime 甚至你自己custom的runtime 添加到k-serve的这个配方里面 这里是k-serve最新这个hugging face serving runtime的它的spec 你可以看这里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它的support model format 这里选的这里support model format是hugging face 所以当用户定义它的model format是hugging face的时候 k-serve会自动的调用hugging face的serving runtime来部署它的这个模型 然后这里是一个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用k-serve现有的一些功能 它的transformer predictor的功能去部署一个common的lmuse case 比如说rack 当你用户send一个request到一个大模型 你一般现在都会做一个retrieble augmentation 去req去vector store去提取一些data context information 然后send到你的predictor 然后predictor respond的时候 你会做一些post processing 做一些content filtering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比较sensitive的information 或者一些不是很compliant的information 你需要有escontent filtering的layer来过滤掉才能返回给你的用户 就是这在现有的k-serve的transformer predictor的架构其实是已经可以实现了 接下来我会展示一下k-serve另一个adrun feature就是influence graph 但是它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发现就算在传统的lmuse case里面 其实一个lm的一个应用它并不是只有send a request get a response那么简单 它可能需要里面可能有一个workflow 有一个multiple step的一个步骤去可能你要发到多个模型 然后得到多个结果 然后在里面选最优的 对 这个inference graph就是来支持类似的一个场景 然后k-serve之后也会根据inference graph去做一个lm的一个增强 就在上面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更advanced的那个read的use case 这里我会介绍一下大概lm process的一些 一个deploylm的大概一个process 首先你会get一个node 当你部署一个大模型 到kubernetes 它底下它会去 你要用一个cpu 它会autoscaler它会去get一个node 然后你从云场上拿到一个节点 然后它会 kubernetes会做一些基本的setup 然后当节点setup好之后 port会开始去做那个start 然后它会有container initialization 这里有一些数据 比如说现在传统common的一个lm的场景 image size都非常大 可能小一点的可能5个get 但大部分情况下都十几个get 我们甚至见过二三十个get的 如果你没有做一些特殊优化 它的run time可能有几十个get那么大 然后model的size 从7b的model可能15个get到70b100多个get 甚至到更大的都有 对这里面其实它会影响到你container就是你的pop spin up的一个performance 因为你container的image size非常大 它需要时间去下载 然后它模型也非常大 你需要从远端把模型拉下来 然后你load这个模型到GPU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一些时间在上面 根据你的model size 它可能从几秒钟到可能过一分钟几分钟都不一定 对然后最后才会model serving 这里面就会其实它的这个coastat 我们叫它coastat就instant initialization 然后model download还有model loading这一起 所以这全部加起来都会影响到你这个lm 在kubernetes里面autoscaling的performance 然后你就没办法handledynamic的traffic 然后会导致你比较差的用户体验 因为你没办法handle这个dynamic request 对然后后面我会pass给这样去讲一下 在free的角度去怎么去解决这个autoscaling的一些问题 多谢利泽 行那我们就看一下 flu的是如何来帮助我们来加速一个lm模型的扩缩容 它的升级的整个流程 其实前面利泽做了一个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论在huggingface 还是在其他平台上去启动一个真正的大模型 它实际上是非常的耗时的 耗时背后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其实它背后的一个本质上的原因是说 我计算存储分离的这个架构 和大模型不断增长的这个feature的size之间的一个矛盾 它会影响同时你想到首先成本性能和稳定性 还有包括它的平时的升级的频率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大模型场影下 它成本是一个首先考量怎么去解决它 通常来说用的方式都是通过弹性伸缩 按需使用的方式来满足它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的例子里面 就是它这里面一个关键点就是 我的一个模型的冷启动时间到底是多长 我们以Bloom模型为例它是175B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模型大小大概是340G 然后启动这个模型 我们看在某些云服务上 它是10Gb小b的一个带宽场景下 它启动它其实要需要一个半小时 那这个一个半小时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其实刚才利泽曾经把这个场景给细化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的是 比如说它的HPA进行扩容 它开始进行节点的准备 大概是在一分钟左右 然后拉去镜像 因为镜像也通常很大 大概在10分钟 真正的大头在于这个模型加载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加载 大概花了大概是71分钟 它占了整个模型启动的80%以上的时间 那这它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比如说在云云上面 以AWS为例 在A100的这个机型上 它大概一个小时的费用是40美元 但是在模型加载过程中 它整个GPU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空转的状态 它其实是一个浪费 然后同时呢 因为它的模型弹性的时间 花的时间太长 那么真正到用户端的体验 其实是很差的 就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模型准备失败 然后再到这个 如果一个模型的启动时间 非常的长的话 那你带来一个核心的问题是 你能不能平时经常去升级的模型 其实这个也很难做到 然后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开始想 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 来缓解模型的这个能启动这个问题 我无外乎 大家其实很直觉的想法 我是不是加一层缓存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关心的一个缓存 无外乎是 第一个是快 第二个是省 第三个是好 怎么说呢 首先快 就是我们布了 在我们的集群中 真的布出来一套缓存 比如说我们布了一套Alexio 我们真的就能达到它的加速效果吗 未必 背后的原因可能是 你的硬件配置选择 可能不是合适的 你的软件配置 可能并没有 针对于大模型场景 它是个顺序读 并发读的一个场景 进行优化 那第一个它并不一定能快 然后第二件事 当这个速度足够快的时候 我其实就关心 我到底用多少的成本 得到了这个快的结果 那其实我们知道的是 Flu的包括所有分布式缓存的 一个背后的一个核心的思考是什么 是说我是拿成本换性能 我那个瞬间想要获得快的效果 一定是成本相对高的 那我是不是 但是它又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在大元模型里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说 它由于是一个泛化的模型 它通常是一次加载 然后它的升级 它的扩缩容 并不是一个频繁操作 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 大带宽的长时刻 是一个低概率的时刻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能把弹性更好的使用起来 让我们在快的同时 成本是得到控制的 当然这是和业务相关联的 再进一步来说 我们刚才看到了 我要又要快 又要省 那它的运维复杂度是不是很高呢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 我们才创造了Flu的这个项目 我们希望能够用云原生的方式 用比较工程化的解决方案 帮助大家提供一个 在K8S里面 像一等公民一样 去管理Cash 去用Cash来加速的效果 我简单介绍一下Flu的 其实很高兴 我们在最近的很多分享中看到 大家都在谈Flu的加K-SERV 来加速大模型的推理场景 那Flu到底是什么呢 Flu的它是负责 首先是数据和使用数据的任务 在K8S中的编排 这个编排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空间上的层面 空间的意思是说 我要部署在K8S机群中 我要部署和管理这个分布式缓存 并且我还要去部署和调度 使用这个分布式缓存的workload 那么它们之间有些亲和性的关系 那就需要Flu的来管理 这是空间上的亲和性 空间上的编排 第二个是实践上的编排 试想我们同时提交一个任务 一个是进行 说句实话 Flu的并没有什么太magic的东西 就是我其实就是需要 把你的数据从远端的存储 加载到你的本地的计算集群中 那么我肯定是需要有一个预热的操作 那我同时提交预热和应用部署的时候 它们之间是不是 当我把它任务同时提交上去 是不是它之间是有一个任务的依赖 我应该要把数据先完成预热 然后预热结束 或者预热进行到某些步骤的时候 我开始进行我的应用的调度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上的编排 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时间依赖关系的 对 这就是Flu的 我们所谓的 它的编排的含义 然后回到Flu的里面 我们看到Flu的首先它提供了一个 datasite的数据抽象 然后向上我可以支持 我以Posix的方式 以Posix为主流方式 去支持各种各样的 Tensflow Pytouch这些样的计算框架 然后在底层 我其实对接的是各式各样的存储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存储 我们都是可以支持的 然后在Flu的内部 我们其实可以支持像Alexio 像Juice 像1er的 还有包括像Gindle 这种不同各式各样的分布式缓存 我们可以让它在K8s环境中 比较合适的跑起来 然后Flu的feature是什么 Flu的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标准化 我们知道K8s的力量 其实很大的力量 来自于它标准化的API 我们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API 来一方面进行数据的访问管理 另外一方面是对于这种分布式缓存 或者是各种其他不同类型的缓存的 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的API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扩展性 我们有一个Runtime Plugin的机制 通过Runtime Plugin 我可以接入 比较容易的接入各种各样的缓存引擎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知道弹性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需要按需进行弹性的扩缩容 来应对更多的流量 和做更低的成本控制 然后我们通过分布式缓存 来提供更好的数据加速 然后这个数据加速中 很需要强调的是 它是和你的应用特性相关的 包括你的大模型场景 包括一些CV上小文件的场景 它们其实整个的配置 其实都是有差异化的 然后我们能不能让这个缓存加速 做得更加的丝滑 让用户使用起来更简单 我们也提供了相应的一些CRD 比如说像数据预热 像数据处理 数据迁移 还有缓存扩缩容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提供一些编排能力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不赘述了 那回到这里 我们再看 Flued在大模型推理这个场景下 我们可以帮助解决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大模型推理场景 通常遇到的四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首先分布式缓存多种多样 Alexo,Juice,Yar的 而这些针对于大模型场景 它的配置又不尽相同 它导致首先缓存层的复杂性 然后它对运行是环境 也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其实昨天有同事也分享了 他喜欢在serverless的 Kubernetes上运行 他喜欢在边缘的K8S上去运行 那么怎么去屏蔽底层的这种差异性 对此Flued提供了一个开箱可用 同时又有一些最佳实践优化的方案在这里 我能让你比较简单的 把这个缓存在K8S里使用起来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就是我们说的 性能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我们是通过弹性的分布式缓存来实现 这个我们后面也会介绍 然后再到下面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发现 你把缓存部署到了你的K8S机群之后 未必就能得到你加速的效果 通常这里面是由于你的数据访问 可能是跨了可能区 甚至跨AZ 它带来了一个单流数据访问的 带宽上的限制 那Flued又提供了数据亲核性的调度能力 然后最后我们希望的是 整个的这个运维操作 对于底层的operator运维人员 这件事情变得是比较简单的 Flued能提供一个无人职守的一个数据的管理编排能力 OK 这个是Flued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可以 时间这样 这是Flued的一个架构图 那从Flued的架构图里面我们看到 它一方面关心的是数据的访问模式 另外一方面是底层的缓存引擎的实现 以这个为例 我们一方面是提供了 这里用的缓存实际上是来自于Alexio 其实它就需要创建一个Alexio Runtime 也就是说当用户提供了一个 这样的datasite这样的CRD 加上Runtime的CRD之后 我们底层就会帮你去搭建你的分布式缓存 然后在后台我们就会帮你去执行 缓存创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整个的数据的总的大小 以及它缓存的capacity有多大 然后我能在此之上帮你创建出来一个PV和PVC 你的应用就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 然后我还可以通过一个dataload 帮你进行一些数据预设 这件事情讲的就是说 Flued可以帮助你的服务 帮助你的缓存运行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上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包括开源的KBIS 包括云厂商提供的各种各样的KBIS 也包括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我们在谈的serverless KBIS 就是说无节点的这种KBIS Flued都有一个方案去帮你去执行 但是我们知道这无节点的这种KBIS 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说 你是没办法把CSI plugin部署下去的 而Flued提供一种比较 类似一个多态的模式 就是说当你部署在这种serverless平台上面 我们就会把PVC自动的去转换成sidecar 同时我会控制整个缓存数据访问模式 和底层应用之间的一个启动顺序 然后包括启动的时候 要先起数据访问 再起应用 停的时候 当应用停止的时候 我旁边的这个数据访问 也相应要停止掉 OK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时间问题 我就不会详述了 首先我们弹性是 为什么弹性很重要 而不是说单单有用缓存 因为当你每次做发布 做升级 做扩缩容的时候 其实你的带宽吞吐的需求是不同的 Flued的背后的一个思考是 我把标准的存储固定的带宽 变成了K8S里面的缓存机群中 一个可以扩缩容的带宽 它的扩缩容其实就是它的计算资源 它的计算 特别是在大模型的场景下 我们发现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扩容 我们还需要缩容 就是我们也刚才提到了 其实模型发布并不是高频的场景 那么结合于你的业务的特点 我比如说可以做定时的扩缩容 做根据一些指标的扩缩容 然后还可以去做 比如说和你的业务相结合 比如说你在做发布的时候 你和我的发布相结合 我来做这种扩缩容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能使用的一个 把你的缓存的带宽 在你不用的时候可以缩回去的一个能力 然后再进一步来说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这个就是数据亲核性调度 你无需去关心你的缓存部署到哪 我会优先把你的 把应用部署到与缓存更近的节点上 这个东西是一个开箱可用 而且它是可配置的 就是因为不同的云 包括有些IDC下面你有机架 有各种各样的 SweetWay Switch 各种的亲核性 其实它都是变成一个可配置的调度参数 然后下一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把整件事情变成一个 完全自动化的过程 当用户在使用它的时候 我是变成一个无人之手的过程 就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从Hugging Face上 把模型加载到我的本地的存储中 然后我当我本地存储已经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我做一个缓存的扩缩容 扩缩容完成之后 我再做一个数据的预热 把它从存储再加热到我的近地的一个分布式缓存中 然后我通过Data Process来做一个模型发布 当我模型发布成功之后 我再做一个缓存的缩容 这个时候实现我整个的成本的最优化 然后整个过程是不需要有人去看每一步 比如说缓存是否完成了 我的任务是否发布了 这整个都是一个自动化的方式 那下面我们请立泽来演示一下 我们通过Fluet和K-Serve 来如何来加速这件事情 这边就快速的过一下demo 可能会skip掉一些东西 这里demo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个Fluet的cluster 然后有K-Serve 然后有一个Invent Service Environment这里是AWS 我们的goal就是展示K-Serve的integration Fluet 然后从事展示K-Serve 它能提供OpenAI-compatible的API 这里我会快速 因为前面就讲一下dataset 刚刚Fluet的一个dataset 我这里前面这样展示过 我就不展示了 我直接跳到后面 首先这里dataset 然后我直接跳到 你能看到一个dataset被created 然后还有一个Gindle的run time 我这里用Gindle做一个demo 然后你能看到这个cluster被create出来的一个cached cluster 然后Craftdataset 你会看到Kubernetes有一个PVC 这个是用来跟你的Kubernetes 就是这个Fluet跟Kubernetes一个交互 它是通过PVC来做交互的 然后这里我展示cluster收音runtime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K-Serve的hugging face server的runtime 然后我会跳到autoscaling那一步 这里是ISVC 我跳到后面直接 这里是我已经deploy了一个ISVC 就是K-Serve的deployment 但是它是一个serverless的 因为它是serverless所以它没有port 然后我后面会send一个request过去 send一个request 因为我要展示它 我这个K-Serve的deployment 它跟opai是compatible的 所以我这里用一个opai的sdk去先一个request 然后model name是这个ISVC的name 然后我先一个简单的request 这里先发出去之后你会看到 看到deployment Kubernetes被trigger trigger一个autoscaling 然后port会被spin up 这里能看到pods被spin up的 然后juice 然后fluid它有一个fuse fuse container也会被在node level被create出来 这里能看到end-to-end的一个scaling 你能看到首先那个port会被schedule到一个node上面 然后container会running 然后它后面它其实是在拉那个模型的一个 从那个cache里面拉模型 这里我快速跳直接跳到后面 它时间就是大概47秒 这里end-to-end大概47秒 但是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它不同的环境 它有不同的performance 跟你cluster的network它有一些影响 这里就看到open-a的它的response 后面我会再快速搜一下这个streaming的response 跟line chain integration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时间关系我直接跳过第二个demo 它其实就是patch to scale up 两个replica 对 这里我直接跳过我们直接讲后面那个future word 就是后面case serve它会 它接下来roll map它会做更多的lm runtime的integration 然后它刚刚讲的influence 它会做一个repline的orchestration的一个support 然后case serve它会做genre的taskapi 因为genre它有不同的api 它有testgeneration 它有embedding 它还有image的api 还有一些voice的api 这些都是之后会在case serve做一个支持 然后case serve它会做一个lm gateway 因为我们发现去一个proceed 一个gatewayproceed去对接不同的lm的provider commercial的provider或者open-source的model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场景 所以case serve之后会做一个lm的一个ai gateway 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 来统一一个统一的这个api的spec 去给大家可以方便的切换不同的model 然后复理这边也会跟case serve做enhance 这个distributedcash的resiliency 对这是我们的结束 我们的这个presentation 谢谢